大家好,我們今天去了一間餐館在唐人街 專門吃新加坡的食物,叫做《瓶瓶有味》 餐館內的裝修很特別,像是新加坡華僑那種風格 餐館服務就像麥丹娜一樣,在坑堂那裏吃 然後他就給你一支旗,然後你坐在桌子上,然後給食物去桌子 我們就叫了新加坡娜沙,19元,然後就叫了開一套,12元,還有一杯拉奶茶 我覺得是第一次見西人拉奶茶,挺誇人的 我不懂得讀,4元而已 剛才去拉茶拉黑茶,我現在就先試一口 有些甜的 有些有松茶味 還有一杯有好的奶茶 而且我覺得它的甜度是用了煉奶,所以比較甜 很大 好像沒有什麼辣味 我好像覺得是奶味多 新加坡,這個不是馬來西亞 有很多香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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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的Caya Toast比較甜 因為有牛油和Coconut Jam 我吃的Brunch是限定的 因為我們之前吃就有Brunch 但現在就是做星期四到星期日 晚上的餐 這個餐餐 好像新加坡茶餐廳 個人覺得價錢比較貴了 但我覺得值得一試 而且我覺得挺特別的食物 不過呢,我就喜歡買馬來西亞 拉沙多個新加坡拉沙 好,影片到這裡 記得CLX我和丁丁我 下個影片再見,拜拜 拜拜